欢迎来到我们的小红书无火炎系列课程啊 我们今天讲第三课就是小红书的开店流程怎么去开店啊 我们这个系列课程所有关于实操的板块 我们都会有另外一个老师去进行录屏讲解 我这里讲的全是属于一个理论的一个大纲的一个讲解 呃我们就直门主题吧 第三讲就是开店的流程 这个开店流程前提是你的账号是要安全的 你不能说你的账号全中都有问题 那你是开不了店的 所以我们去可以去点这个升级专业号 啊可以看一下我们能否去这个去升级 我们然后再去升级一个专业号点我的 然后有个我的账号与安全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现在打开这个小红书啊 然后那个点击右下角我 然后呢点击设置 设置之后呢有一个账号与安全点进去 点进去之后呢 他有一个升级专业号 我们点一下升级 啊我们先把这个升级一下 如果你这个专业号升级不了 说明你这个账号就有问题了 你这个账号就建议注销了啊 然后呢关于个人店和工商店的一个区别 所以这个东西我只能跟大家讲一下你们记住这一条就行 亲手小白开这个个人店就可以了 不要去开这个工商店啊 然后这个区别给你们讲一下 呃个人店的话 一个人身份证只能注册一个小红书的名字就是店铺的名字 比如说你小红书名字叫张三 那么你的店铺店铺名默认的就是张三的小店 对吧 然后这个店铺名呢 一周只能改一次 你改名字之前搜一下有没有一样的啊 后期可以升级个体工商户 我建议你们这个名字呃就尽量起了这个名字这个小红书名字 当然你这个小红书的名字啊就尽量参考同行 你不要自己取一个乱七八糟的名字啊 尽量参考同行啊尽量包装成一个女性的账号 然后呢这个这个工商店铺啊 他后面认证一次需要600块钱啊 改名字也需要600保证金都是一签的 这保证金店铺不做了也会退给你啊 所以我说了这个关于之后每个月多几万的销售盒 平台会扣除百分之五啊 低于一万的销售平台不收费的 因为平台也是要赚钱的嘛对吧 然后呢这个关于你商家的话可以下载一个软件啊 叫小红书商家版APP啊 如果你没有电脑你就下载这个商家版的APP 有电脑的话就有一个商家的后台 你直接摆动上搜就可以搜到 啊这个值给大家了解一下 所以你们记住一条就行了 就是新手小白开个人店就行了 然后呢店铺名字一周成改一次 尽量不要平台的改资料 账号账号店铺的名字呢 跟小红书名字是一样的 所以你的小红书名字不要乱起啊 尽量去策动一个跟同行去对标 然后我这边还准备了一份小红书的一个详细资料 包括怎么去开店以及发布产品 然后带货赚钱的一个详细资料 感谢你的朋友可以去评论区领取一下 然后第四讲我们讲一下这个起店后的一个信息设置啊 就是你的店铺的信息设置 当然这一讲也会有其他老师进行一个实操啊 就是店老板的小红书生家后台 这个这个大家知道就行了 销售额不同区间保证金不同 基本上你们现在就可以默认保证金一千啊 不要去了解更多的 讲多了你们也不消化 我们在店铺设置里面主要要做几个东西 第一个呢是我们需要开通支付和微信的支付 开通这个支付 然后呢就是一个运费宝的一个开通 运费宝开通的话是可以增加一个更大的转化 然后地址重点讲一下这个地址设置啊 呃这个地址设置的话 我们发为一个这个发货和退货地址 呃我们肯定要设置一个七天无理由退货 然后呢后面有个退货地址 这个这个可以设置为台湾或者美国啊 呃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做无货源啊 无货源的那个厂家 不同不同商品的厂家都地址都不一样了 比如说你做无货源你上加了一个啊 上加了一个夏天的衣服 这个衣服呢厂家呢在这个广州 你上加了一个另外一款衣服呢 这个厂家在安徽对吧 那你万一客户退货 把这个地址退错了怎么办对吧 那很麻烦的事情 所以我们统一把地址设置为这个台湾或者美国 然后呢做一个备注 就是后面你联系客户或许正确退货地址 这样的话呢就不会造成这个误差 因为你设置这个地址的话快递肯定不可能 所以直接寄过去 他没法去直接就是运约快递的 然后这个运飞的模板我们也要设置一下 主要就是一个非批远地区包邮 其他都默认就行了 发货的时间啊 基本上是一个48小时以内啊 48小时以内 基本上因为我们大部分商家 时间都是48小时以内啊 具体也可以看对接的商家 然后客服目前呢 我们自己当客服就行了 过人都比官方客服证明有一个官方客服啊 大家千万不要去选官方客服太贵了 你你随便找一个人坚决都比官方客服便宜啊 所以不要去搞这个官方客服 我们自己当客服就行了 每天花不了多长时间 就是这个小无数这个客服啊 他跟咸鱼无货员不一样 很多人做过咸鱼无货员卖货 在咸鱼上卖货呢 这个客户客户咨询非常多的 基本上你每个客户 你十个客户九个客户都要去聊一聊 小无数人们他不存在就是这个情况很少 很少有客户去找你聊天 所以我们自己当客服就行了 然后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小无数有货员和无货员的优劣 因为很多小白呢他总是去问啊 总是觉得有货员就比较牛逼 但其实我们现在做小无数做起来都很都不去做有货员的 有货员的好处呢可以实拍照片有一个出单 但是还有地区优势你不同的地区他有的地方比如说不同地方他那个进价是不一样的 有的地区呢他就比较便宜 但是缺点太多了比如说他需要去囤货啊需要去招工人去进行一个发货 尤其是这个招工人发货是真的非常头疼尤其你做大之后 你关于招工人发货都要很大的一个成本人工成本 然后我们讲一下这个无货员的好处啊无货员好处比较明显一键待发基本上没有什么人工成本的啊没有什么人工成本 所以适合去全大多数人去创业 然后关于有货员的这个优点可以实拍照片这个给大家讲一下比如说你现在去去卖货卖一款包对吧你现在有货员你包这个旁边你就可以去实拍照片的 但是呢其实无货员也可以去实拍照片无货员他也是可以去拍照片的因为现在很多商家呢他都有这个啊就是七天无流退货对吧你从商家里面买了一个包比如说买了一个包然后呢你你自己拿过来拍拍一点照片拍好看一点一定要拍好看一点 你拍的不好看还不如不拍啊你可以找对吧找女生去帮你拍一个这个新的照片拍好看一点然后你这个照片就可以上架了使用了呀对吧然后你再把这个包对吧退款退款给商家 这样你也可以去拍照片的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第四课就讲到这里然后我们这两节都有有实操的这个视频啊实操视频大家都可以去去自行观看的啊 然后我这边还准备了一份小红书的一个详细资料包括怎么去开店以及发布产品然后带货赚钱的一个详细资料感谢你的朋友可以去评论区领取一下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感谢大家一见三连我们下期再见